第2064集 你觉得呢 李七把手中的言卡面 他缓缓地说 烈日宗 是我的师门 而且行事十分霸道 实力自然不用多说 宗门中六位半玄道的高手 两位真玄道高手 我之所以能混得这么风生水起 靠的就是烈日宗的这份实力 不错 烈日宗的实力是十分强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义父你怎么看 叶浩轩 李七顿了顿 他站起来缓缓地躲了几步 说真的 我有点看不透这个人 他只是一个年轻人 但是他的手段 却是十分的厉害 这种人十分的神秘 琢磨不透的人 不好说呀 所以 义父现在纠结的是 今天晚上的冲突 没错 以烈日宗的形式 一夜好轩的性格 这双方今天晚上一定会有冲突的 如果真的起了冲突 我有点不知道 站到哪方面好啊 难以抉择呀 那 师父以为 那方的胜算更大一点 当然是师门 这次来的人 是我的师父 袁振刚 半玄道的高手 而且 烈日宗里面另外的五位半玄道高手 两位真玄道的宗师级高手 这是修者呀 叶浩轩再厉害 也不可能与这偌大的烈日宗为敌的 那义父还在纠结什么 义父是不是觉得 叶浩轩比较神秘 所以心里没谱 没错呀 我是觉得这个人神秘 我也觉得 他有更强的手段还没有拿出来 义父的担心是没错的 那件事情之后 我就一直派人盯着叶浩轩 看他都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 这一盯 果然看出来了仙门道 你看出来什么了 那家伙又做了什么事情 力气微微地一惊 他积极地问道 他和王子明有过去的 王子明的手下有位玄门高手 擅长欲轨之处 实力非凡 据说已经活了数百岁了 他们兄弟三人是十分厉害的角色 擅长欲轨 这是玄门的高手了 如果同级别的舞者对上同级别的玄门高手 是没有任何胜算了 因为玄门手段层出不穷 一般人真的是难以敌对的过呀 李奇说道 他唯唯一争 难道 没错 这三个人都被叶好轩给杀了 而且在叶好轩的手里 他们走不过几招 这么厉害 李奇道愁了一口冷气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越来越觉得 叶好轩是一个麻烦 李奇自认为自己如果遇到三位玄门高手 自己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但是叶好轩却能轻而易举的将三人斩杀 这就算是换做自己的师父 也不能这么轻松地做到 所以 义父 我们要多权衡一下 这个人很神秘的 他的实力 远远不止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实力 唉 是比较麻烦呢 这个世界 永远都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现在我是各方义父 想找一个靠拢的对象 或许别人会瞧不起我 认为我是枪头草 不 义父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弱肉强食的 义父强者准没错 那我们今天晚上该怎么办呢 李奇纠结地说 双方起了冲突呢 如果双方起了冲突 那就任由他们冲突就是了 哪方面厉害 我们就依附那方 你看如何 对 哪方更强 我们就依附那方 李奇眼前一亮 如果叶好轩能轻而易举地击败玄道 那就说明他有比真玄道更厉害的实力 不错 就是这样 所以义父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今天晚上我就早点过去 给叶好轩撑撑场子 义父随后再到 不管怎么说 表面上的功夫还是要做足的 好 没问题 李奇感觉压在心头的事情被解决了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拍拍江涛的肩膀 这么多人当中还是你最厉害呀 脑袋转得够快 能为我解忧啊 为义父解忧 那是我的荣幸 义父飞黄腾达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我 江涛微微地一笑 晚上 云野仙居 也就是云仙居了 这个楼盘原本打造的就是高端楼盘 小区里面的格局是十分不错的 有公园 有中央广场 前面的十多派是独壮和连排的别墅 后面的则是碟拼 以及高层 整个小区大概有三千多套房源 因为之前许事节一直不顺 所以小区的房子大部分 还是没有卖出去的 当年买到的人现在真的是血赚了 在中央广场 一个十分精美的台子已经达成了 这是为了演唱会而准备的 演唱会已经快开始了 现在这里挤的是人山人海的 有身份的人都被安排在第一排 这些人有当地或者外地的公司的老祖 有舞者 总之是有身份的人 全都被安排到了最好的位置 叶浩轩来到这里之后 他的神念四处扫了一下 他的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 因为他的意识里扫到 这里有高手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舞者高手 是真正的半玄道高手 之前在自己的世界 叶浩轩接触的修者并不多 玄武牙是一个半玄道高手 已经让叶浩轩焦头烂额 但是今天晚上 这在场的半玄道足足有三位 这让叶浩轩有些头疼 他知道 这个楼盘他弄得太出彩了 惊动了一些修者 毕竟现在修行条件不如远古的时期 现在的灵气不算是太好 他布下的这个聚灵大阵 让这小区的灵气十分的充盈 用修者的话来说 给凡人住那简直是浪费 这里是修行者居住的地方才是 小子 当心了 今天晚上来的高手可不少啊 在意识中 七杀幸灾乐祸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让叶浩轩的眉头一皱 你看出来什么了 我倒是没有看出来什么 但是你不觉得 这里的气氛不一样吗 七杀懒洋洋的说 你的这点微眸的水平 虽然看起来一般 但是在这些人的眼里 简直就是奇迹 时代不同了 八条灵脉汇聚一处 这简直就是招摇过市 那些修者们不疯狂才怪呢 今天晚上来的高手不少啊 破军也发黄了 自从叶浩轩的凤魂觉醒了以后 两人已经能够像平时一样 随时和叶浩轩对话了 我也看出来了 半玄道了 虽然都是些小鱼小虾 但是对于你来说 还是挺厉害的角色 能撑过去不能 你一个人对上一位玄道高手没问题 对上两位 持平 对上三位 顺我直言 你还是掉头就跑吧 那可不一定 我相信我还是能创造出来一点奇迹的 叶浩轩不以为然 三位玄道高手而已 他现在凤魂觉醒 问题应该不大 哎呦 你别吓他了 现在他的疯魂彻底觉醒 对上三位半玄道的 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啊 如果你的金丹能觉醒 那就能彻底的秒杀他们三个了 疯魂觉醒 这已经是踩了狗屎运了 我不相信他的运气那么好 能再踩一次 七杀时不时的给叶浩轩泼着冷水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给我点信心 叶浩轩不满地说 我这么努力 还不是为了你们 哼 你也是为了你自己吧 小子 七杀哼了一声 行了 一会儿有你忙活的 有美女来找你了 不说了 叶浩轩抬头一看 只见 兰杰走了过来 今天晚上演唱会的明星 都是从他旗下拨过来的 其实叶浩轩也嘀咕了风水宝地 对大家的吸引 早知道这么火爆 他只需要用灵气化作一道龙形 就能够吸引人来了 不必要请这些明星了 但既然已经请了 那就顺其自然吧 我的几位都准备好了 这里没什么问题吧 兰杰笑道 没什么大问题 谢谢你了 要不然 我们还真的 连个像样的明星都请不到呢 不用这么客气 你帮了我这么多次 我帮你一次也是应该的 兰杰笑了笑 然后他有些担忧地说 我小姨没有找你麻烦吗 你小姨 那个女人哪 叶浩轩微微地一愣 他这才想起来 那天晚上臭的那个女人 他笑道 没事 他不敢找我麻烦 如果他真的回来找我麻烦 大不了我重新抽回去就是了 他的势力比较复杂 所以你小心点 放心吧 我这种人就是天生的恶人 我不去找别人的麻烦已经不错了 他还敢来找我的麻烦 疯了吧 叶浩轩哈哈一笑 显得有些无所谓 两人有说有笑 到后台去准备工作了 这个时候 一双阴冷的目光 在暗处盯着叶浩轩 王子明 这家伙戴着一顶帽子 把自己的大半边的脸都给遮起来 但是帽子再这么遮 也遮不住他那双阴冷的目光 现在的王子明真的是 恨透了叶浩轩了 还有许世杰 他费尽心机地想对付许世杰 在许世杰的身上下了那么多的功夫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还是没能阻止许世杰的崛起 这几天眼见距离许世杰发布会越来越近 他甘着急 却没有办法 而他所指望的那两位殷氏兄弟 像是死一般的 只坐在室内 连门都不出 今天晚上的这个发布会 是新房发布会 王子明是搞地产的 他对土地有着近乎痴迷一般的感情 他相信 只要是这块地在自己的手里 他能打造出来更高端 更豪华的楼盘来 可惜啊 现在这一切都成了虚妄 他就算是施展再多的银兆 也不可能阻止许世杰的崛起 现在他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许世杰 在台上风光 就在王子明度火中烧的时候 一个大汉一掌拍在他的肩膀上 干什么 王子明抬头一看 只见老虎向他露出了一个 很好的笑意来 老虎已经把县城那边的事情 给搞定了 现在他和老鬼 已经赶到A时来帮叶好轩了 哥们儿 有邀请函吗 老虎微微一笑 什么邀请函 王子明问 那就是没有喽 老虎二话不说 抓着王子明的肩膀 硬生生地把这个小子给递了出去 然后扑通一声丢在大门外面 今天晚上没有邀请函的不能进去 抱歉啊 你他妈的 王子明大怒 他什么身份呢 什么时候连一个保安也敢对自己无礼了 他大怒道 人都死哪儿去了 给我揍他 扑通扑通 又有几个人被扔住了 干瘦的老鬼提着几个大汉 像是提着几个充气玩具一样轻松 他把这几个人都丢到了外面 冷笑道 我劝你还是最好离开吧 叶先生说了 今天晚上这里不欢迎你 行 徐时节 姓叶的 你们给我等着 王子明尽管十分愤怒 但是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毕竟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地盘 而且现在他身边无人可用 眼前的这个老头看起来也不是省油的灯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口气他只有先咽下去 等到殷氏两兄弟出关 他再好好地教训这些人 本来今天是想砸场子的 但是看看自己这边的实力 王子明还是灰溜溜地走了 他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他知道自己和叶好轩他们 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上的 演唱会进行得十分顺利 而许世杰的营销团队 把今天的这个策划也做得极好 现在的房子是一批一批地抛出来 价格也是翻上了新高 而抢房的人都是身份一般的人 像是前几排的人 大都十分淡定 因为他们知道开发商的套路 先扔出来的房一定不是什么好房 而好的房源一般都在后面 等前面抢得差不多了 后面的好房估计也就放出来 这些套路都是大家玩熟的套路 一眨眼 大会已经进行完了 接下来的时间是一个party 而这个时候现场也进行了一次清场 身份不够的人 已经抢到了满意房源的人都清出来了 接下来的会场才是主会场 楼王也会在这个时候上场 而经过叶浩轩的指点 楼王的位置也发生了一点变化 最接近灵脉汇聚的地方就是极好的地方 这个地方通透性极强 灵气也强 尤其是玄规附近的几套房子 那是极佳的位置 许诗杰放出了第一套房 标价是一亿三千万 一套独装 而且今天晚上玩的套路就是竞标 放在台上进行竞拍 价高者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